以太与意识流 下 意识网络的内外三层 意识如果细分有非常多的种类 而在本章涉及到的是三个大的粗类划分 头脑逻辑意识 身体内在意识场 体外的意识场 这里的头脑逻辑意识是指逻辑思维和理性认知 是科学的 严谨的 外在无感可实证的 可以通过现有人类认知 科学理论化的 进一步 身体内在意识场 当一个人能经常性地习惯于内观自体感受后 身体的内在感官被有效地激活并逐步精准起来 可以感受到各种不同能量的流转 盘旋 分辨出能量的势能 质地 温度等触感 并且能量流所承载着的情绪 颜色 画面 声音 感受等信息 也会逐步可精准感受与接收 在全然了解自身能量的内在运作后 可对自身能量的各种固有扭曲 予以有效地清理 让身体内在与外在气场通透顺畅 以太常进入镜湖一般的状态 在这镜湖中 可以逐渐倒映出外在世界体外的意识场 开始是近距离被你所关注的人或物 之后这个距离可以逐渐延展到心念所极致处 其映射过来的信息包括 状态 感受 思想 记忆 情绪 过去发生过的 当下正发生的 与未来将要发生的画面和声音 当然 体外意识不光包括他人与物的信息 还包括着更大更深远的 各个维度的意识信息 如果用一个比喻来说 头脑意识就好比90年代的大哥大手机 可以相互通话 体内意识场就好比家庭内部局域网 校园网 而体外意识场就好比NG网络系统 万物互联 随时云端 可以确定地知道 每个人自身都是拥有5G甚至更高的能力 但自我被告知的使用手册 严重地限制与压抑了使用者对自身载具功能的应用范围 就好像新年回家 把全新的旗舰手机送给90多岁的老奶奶使用 一年后 你再回家看老奶奶时 发现手机被用来垫桌子腿了 老奶奶还说 这东西不错 厚薄刚好 谢谢你 是的 物理形式的使用也是一种用途啊 以太和意识的相互关系 以太是什么 我无法给出答案 因为地球上最准确描述它的词是气 那气又是什么呢 气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延展性 其能量频率与属性 在我们当今已知科学测量方法之外 并不被近年来的物理科学家所认同 但它确实是构成本宇宙的基础素材之一 被广泛应用在构建我们当下可见与不可见的宇宙万物中 小到威力 大到整个虚空体系 以太是被最广泛提及与被观察到的非物质可见能量场 因为它与我们的可见频率最为相近 但它绝对不是唯一的参与我们宇宙 星球 身体 意识 能量运作的不可见能量流 以太参与塑造与胶粘万物 让万物有了可以联通的体系 使得整个体系都基于同一个通讯标准与基础频率 有效地减少了信息的延迟和扭曲 在人体内外 以太有两个被利用的层面 首先 内在构建了物质身体的细节轮廓 并吸引微力按其轮廓构成微观组织结构 并让微观中的各个微力有了独立的精微意识 可以运作生化 而在宏观上形成以太能量场域 并利用这个场域 与其他以太体进行着部分人可见的可感知的互动 The etheric body 以太体显现出我们人体的一个基本模式 生长蓝图 以太体几乎在皮肤层 Etheric template level 以太模板体 这是类似的第一项以太体的形状与功用 只是比以太体的能量更高 更精细 以太模板离皮肤有20到60厘米左右 在内在与外在的互动中 头脑意识是无法理解非理性的信息的 所以这些信息被忽略与屏蔽 自身内部信息可以被身体内在意识场读取并理解 能量流被加以利用和疏导 外部的以太能量与其搭载的信息 可以被内在意识镜像认知 感受 理解 吸收 让自己和世界中的其他个体有效地在以太层面产生共鸣 当然 以太的运作和作用远不止于此 从最微观的原子到个人到星球到银河系 都在其立场的作用下 并使用着统一的物理学能量流体规律 在人体内 以太构建了一个内在的能量网架体系 塑形与支撑着身体 这些体内密集的以太管线在运作能量时 形成了一个大的以太能场 这个以太能场包裹着身体 并忠实地反映出内在以太体的运作状态和内在能量的频率 体外以太场可以变形 延展 伸缩 犹如触角 这个触角甚至不被时间 空间等本维度物理规范所限制 体内的以太管线会因能量乱流或高压造成堵塞 进而形成局域能量空洞 带来实体萎缩 表现为肌肉塌陷 皮肤干涩 以太乱流和能量漩涡会形成肌肉肿胀 器官囊肿甚至癌症 都因在不应积聚物质的地方形成了漩涡 引发电磁力积聚 以太的乱流 漩涡或堵塞 有可能因为其他高能或低能以太体干扰 也可能是因为自身认知 情绪 理念 思想的持续偏激 导致能量频率体现出异常 不同的情绪映射到身体不同脏气与部位上 有其针对性的规律 自身认知与态度的软变 可以有效地化解和调整能量的频率 进而可以调整它的状态 化解相应的疾病 以太本身是中性的 它可以被频率波 意识流赋予不同的特性 呈现出不同的质地密度 频率色彩 作用功效 以太是中国的气 但气的概念比它精微 它本身不是能量 不是意识 不是频率 不是物质 但是它传导能量 传递意识 显向频率 塑造物质 它不属于我们当下的维度 却作用在我们这个维度中 它不被我们当下的科学理解认知 但却影响着我们所有没能认知的学科 它被中西文明共同认知与使用了超过5000年 却被科学摒弃了近百年 那些开了天眼的神棍们 祖辈相传的秘密 多一半都与它有关 我们可以看见它 运用它 并被它充盈和裹挟 却无法说清楚它到底是什么 它没有形状 却支撑起形状 没有性质 却演化出所有 没有质地 却承载起宇宙 没有意识 却构建起意识体和大半个灵界压空间